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没有抵抗能力的 对啊 不管你生了几个 怎么今天生的都是白衬衫 你女生嘛 你生了在三四五六七八个 我还是没有抵抗能力的 好好好 那我将来找一些这个中老年的女士 都穿上衬衫跟你一块坐一坐 那没有问题 我是不太挑选 对 咱们这个仨好久没凑到一块了 聊聊什么新闻呢 好像那个遍地都是新闻 实际上真正可聊的话题 淡出个鸟来 能聊的话题淡出个鸟来 于是情急之下 我只得这个关注娱乐新闻 对吧 这个 就是最近他们这个社交媒体上 都在说这个郭天王 郭富城 说送给女朋友 送礼物是送的大方 是送的这个不大方 一般对这种新闻标题 我都不会细看 我会细看那个内文 是吧 今年拍拖不送礼 送礼只送巧克力 对不起 这没关系 我认为你发微博的人 今天就是明星 愿意跟大家细耍 这是不是是他营造自己的粉丝的一种手段 你看邓超他们夫妻 玩微博玩的多成功啊 你知道这一幕 我现在甚至感觉到在纸牌屋里 哎 我觉得你说这个纸牌屋啊 中国的一些东西啊 你能看出这个导演的年龄 他什么年龄 他就拍这个 美国的你就看出这种工业的集群优势 一部电视剧里 哎呦 你觉得最时髦的和最老最保守的全部聚在 这就是我说的包罗万有 是吧 你看其中讲到选总统 这个新派的这个选总统的 已经到了社交媒体 动不动在家里啊 拿着这个iPhone抱着老婆孩子 哎 我给你们直播我们家 刚刚刚 剧透了 这不算剧透 这就刚刚 你看我的意思是 今天明星们玩的 很有意思的就在玩这个 你不觉得吗 没有 因为他本身是有工具 因为我觉得说人的动机是不止一个 他可以去营销 有时候甚至不是自己去营销 他经纪人会在后面感染你 文涛是时候了 三天你没更新微博了 要弄了 可能是这样 可是本身在过程里面 明星多大的明星都是人嘛 他有那个工具好玩嘛 他又跟你分享 而且分享 以前明星呢 竟然被狗仔队追着 总是拍爆一些 他不想让大家知道的事情 现在他能够把那个主权握在手啊 所以有了这个手机 有了网络 网络是主权高涨的时候 我是明星 我来控制 那咱们分享一下这个郭天王的主权 既然他愿意跟咱们玩 咱们就跟他玩 是吧 这个来看一下 这不是我们报道的啊 他发一条微博 你看能有四万的这个评论啊 真是 是吧 就最后不知道是谁 谁被谁玩了 就是那种感觉 那他输给小S了吗 他才四万 不是小S发过一张照片 我记得是勾鼻孔 就拿了五六十万的 也不算啊 还有那些 我不记得那人叫什么 就是那些青年偶像 那一发不是十几万 还是上亿啊 有一个人 你记得了 我可能说的不对 对 那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评价 我在想 以前不是有一个电影 叫那个楚门的世界吗 就是那个人 他从他从一出生 就被人一直在直播 这个已经把这个事情都说尽了 以后你就是这样一种生活 你的你的生活方方面面 你去喝拉撒睡 别人都能看到 但是就在已经有人给我们指出 这条路的镜头是什么了 大家还不断的在那里往前走 在那晒 就主动在出让我这些隐私吗 将来以后可能没什么可卖的了 就是隐私 你说信息都是公开的 就是都是公共 大家能获得的讯息都差不多 除了你的隐私可以吗 我有时候会相信一种历史的这个循环论 就是或者说轮回 你知道吗 因为我有时候老在想啊 所谓原始共产主义 咱们的目标不是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吗 对吧 那就是在一个螺旋回到一个头 就是原始共产主义 人们之间可都是坦诚相见的 全光着 我有理由认定 原始共产主义 人们这个做爱也都是不避着的 看吧 就就跟个动物一样嘛 那是什么可避的 那么那么那原始共产主义有什么隐私的概念呢 但是你看这样一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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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重点 我觉得可能讲歪了 这个真的不是他们的隐私啊 这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隐私 比方说他们自己吃饭 或者怎么样 很多的我们刚说明星自拍嘛 他想给你看到什么 他一定有更多不想让你看到了 所以还没到什么隐私都公开的年代 他所以这个迟迟倒过来 因为有了网络 有了手机这个东西 他完全要 我们要重新来界定一些概念嘛 这个是隐私吗 不是隐私 我们对隐私的概念 跟它的价值重新重来 甚至版权 什么叫版权呢 以前没有这样分享的工具 现在全世界都在争议啊 版权的概念越来越恐怖 对啊 都以后你吃个东西 你拍一张照 哎 照相机先吃 拍啊对不起 他拥有那个煮了那道菜的 肖像权散播权 他不仅是卖那菜给你 你吃那个菜只能吃 你不能拍 你可以拍 拍完不能散播 所以你知道再过几年 没有手机了据说 我听说现在这个VR技术 不是就很先进 已经在慢慢慢慢 就是说越来越发达 这个就是虚拟现实嘛 说到二零二几年 据说大家都没有手机了 你以前他给你发这个隐私 你就是你最多只是观看嘛 你将来可能就是参与了 你戴上这个眼镜 或者那个时候都也不用戴眼镜了 可能哈 你看到这个郭天王和那个谁谁在吃饭 你就能趴在那个窗里 看 咱们能跟郭天王一个锅里轮马勺啊 是吧 哎呀 前景无限了 你以后就能参与了 那个才是悲剧的开始 怎么是悲剧呢 因为当VR对 很多人都说VR是下一个电脑革命 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 像别说其他的 光是我们不是看Star Wars 星球大战吗 不是有一个你按个键对话 是把你的影像3D立体投射吗 那个叫Hologram 就是立体投影在那边 对 文涛跟我聊电话 你整个人在那边 小军军在那边 然后不仅是谈 当我跟你谈完这个电话 你的立体影像全部记录下来 我以后到了我90岁 还是可以重看 OK 那为什么这是悲剧了 人类已经没有了遗忘这个东西 我们以前谈过遗忘是什么 遗忘是自我保护的 特别难过的东西 悲哀的东西 伤感的东西 我们要遗忘它 我们不是故意去遗忘它 自动会遗忘它 它跟痛楚是一样的 我们会自我保护 你想一下 我蛮替我女儿 会说以后的小孩担心的 她跟爸妈什么很好啊 家人很好啊 爱人很好 她一辈子遗忘 遗忘不了 因为她以后到了几岁了 爸妈死掉 她一按个键 她妈妈跟她讲话的东西出来 父亲出来 好像很亲密是吗 对不起 其实你的情感 你的情绪承担不了 overload 你会超负荷 你到学后会崩溃的 一辈子 我们人类很好玩 可以选择不按那个键 对不起 工具在拉边 那是一个诱惑 没有的话你不会碰它 等于我们抽烟的人 家里第一个要戒烟 绝对不可以有烟 你不要以为我放下吧 以防万一 对不起 你一定会去抽的 那这个按钮会不会有 包括前男友前女友的按钮 你肯定不会去按的 那很惨 这真的有可能 就是所谓你比如说 人工智能发展的 未来的想象啊 就是把个人的这个大脑意志 下载存档在电脑当中 不管这个能不能成啊 但是至少我认为将来啊 完全可以出现一个人格档案 就他说的这个 比如说您的父亲 或者说您的爷爷 对吧 把他的立体影像 和他的音容笑貌 他的说话 储存在一个东西里面 然后确实是一按一个按钮 你想见他 甚至也许他能跟你说话 嗯 完全有可能 你想见他 你想念自己的爷爷了 按这个出来 你说爸爸我想你了 他可能会跟你有一些对话 我认为这都不是 不能想象的事情 嗯 那你想那个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说 人的感情会是什么样子 20年后告诉你 小军军会有一种东西出来 当然你要付钱嘛 在日本人啊 有个日本顶尖的科学家 已经做了 跟他自己一模一样的真人 他去系机器人啊 而且不仅是一模一样 他能跟他互动的 他把自己很多想法 当然要经过训练 那种机器人放进去 当我对于那个机器人 另外一个 邓文涛二号 我是邓文涛 我跟他讲 你饿了吗 那个人会回应的 我饿了 我想吃什么什么 邓文涛二号 你想我吗 他说我好想你啊 什么什么 OK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 比方说我担心我爸妈去世了 或者说我情人啊 我太太什么 我做一个他们的那个 然后我完全可以跟他们互动 好像他们没去意 那我觉得也很可怕 很可怕 咱们俩互相间 如果都发现 对吧 我这边按出来 马太太 他那边按出来 逗太太 你说咱俩 这事很难想象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事很难过 好 我看你 另外这个咱们还是回到 今天的人的感情世界吧 有点转转蒙圈的啊 就是这个也有一个好消息可以分享 这个著名的上过我们腔腔的女诗人 于秀华离婚了 觉得是好消息 你这么说可能觉得我不厚道 但是我是根据这一篇报道得出这个结论的 就是说因为这篇报道的原标题叫做 诗人于秀华逗号终于终于离婚了 这个里面呢 如果他的报道都是这 我觉得挺逗的 就是说于秀华上过咱们节目吗 咱们节目一般都是催离节目 是吧 上过腔腔之后 他为什么决定就是离婚了 就是旁边就采访过他的记者 也好像也帮他的忙 就是他其实有个顾虑 顾虑是什么呢 别人会不会觉得他出了名 就要这个离婚 其实不是这个原因 这是很长期的一些问题 那么他就 要不是说于秀华真是出口成诗了 他说这个虚名没有什么意思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虚惊 然后于秀华进了民政局 就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都认识他了 不但是都认识他 就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竟然问他 说你是不是神经病 这下于秀华被刺激了 气的拍桌子 就是说我就是神经病 然后这工作人员啊 表情很正常 说那你得拿医院证明 要不然不予离婚 结果一句话气的 结果呢 他在旁边观摩了一下 发现呢 后来的两对离婚的夫妻 原来这工作人员呢 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 这是个例行程序 对不得你抢虚惊吗 对你抢虚惊 但是我觉得哪就能这么问吗 就是你是不是神经病 他可能问了很多问题吧 就像你办签证也不问吗 你是不是什么种族主义者 你是不是偷过东西 你是不是杀过人 不是都这么问吗 难道这是当地民政局 离婚标准程序吗 当民政局我不知道 那当地民政局能安全吗 不能问 直接问是不是神经病 他的意思其实是说 你是不是在正常的 判断的状态下 自主的状态下来做这个决定 等于隐含是说 你是不是没有受到威胁 利诱 蛊惑 精神错乱 这等于人嘛 你逆遗嘱 假如你是精神错乱 那遗嘱是不算 可能 可是大家很直接嘛 把它简化成 你是不是神经病 这样 你这样的很多事情 太直接就不行 像香港前阵子 不是发生很多自杀个案吗 现在就讨论说 原来当你说 可能考虑自杀的时候 他们好多辅导人员 要求你签一张承诺不自杀 本人承诺 从3月25号到5月25号期间 不自杀这样子 然后他就做这种 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 你5月25号之后可以自杀 可是他就是要做这种手续 所以那个工作人员 可能就在 一军你为什么 听见我说 我看了这篇报道 我觉得他离婚 是个不坏的消息 你有点认同 因为他受了16年的苦 他就是自己说 那当然大家都觉得说 叫劝和 那个不劝离 是不是 这样说 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说 这样天地更狂阔了 自由了 当然是好事 从这篇报道里看出来 你知道他有的时候 他会觉得 说他小孩两岁的时候 他就提出过离婚 那个时候被拦住了 然后他这里边讲到的有些事 我就没想到 比方说他说 有一年他老公在京门打工 春节到了 老板拖欠了800块钱的工资 然后他老公就让余秀华 跟着他去讨 就是说你怎么帮我讨薪 说待会等了老板的车过来 你就撞上去 说你是残疾人 你是残疾人 他不敢撞你 然后余秀华就说 如果真撞上来 怎么办 然后他老公就沉默了 就是从这个细节来讲 就是说余秀华 就心里就觉得 我的生命在你眼里 就值800块钱 可不如一头猪吗 所以啊 他现在就是自由了 当然是好事情 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的 就他以前的诗啊 里面有一种 其实有点苦的味道 被压 有的时候人家说 你这个压力越大 反弹越大嘛 你创作才越广阔 我瞎担心一句 会不会 不知道他的心境 会不会变了以后 不知道他的诗 可能也会风格 也会变 你知道咱们想的 什么女权妇女解放啊 你在某些女性精英阶层里 是另一回事 对 可我觉得在乡村里 在广大农村里 你像于秀华这样的 就属于有失魂的呀 有这个很自主意识 独立意识的 这样一个女子 但是我注意到 他仍然 就是在他做老婆 他要服从农村的 这个怎么 这种规矩或者文化 你比如他在报道里讲 他给他 他老公喝醉了酒回来 他要给他老公泡茶 洗脚 就是你 他就这种 他还是要做这些个 他的灵魂 在一个世俗的壳里面 他还要做这些事情 而且所以你知道 我最近想起另一个争议的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个义军可能你知道吧 就是这不离不弃的 两次结婚 两次离婚 有了这个好像是两个孩子 结果就是这被当成 最初被当成美德报道 然后很多人就是引起了争议 就说这男的 据说是跟这个女子 结了婚之后 出轨 出轨 说是这个有名有姓的女朋友 不下一二十个 说二十个女友 就不就离婚了吗 离婚了 后来又结婚吗 后来又离了 但是呢 他回来看孩子的 这个时候 甚至还有一个劣迹 就说这个男的 有一次跟这个女的吵起价了 这个赌博呀 好像是跟着女的要钱 然后这 这女的不给啊 拿着正煮着的一锅 这个西粥啊 扑到他们亲生女儿身上 这女儿现在身上 疤痕晚在啊 然后 好 突然这个脑血栓了 不行了 这这这男的 现在不行了 然后这个女的 没有人照顾她了 没有人管她了 然后这个女的 就在病床边 所以被称为 不离不弃 照顾她 照顾她 我这这让我想起啊 我那时候 在那个巴勒斯坦 就做记者的时候啊 那有一个当 就是有一个中国女的 也就是他也嫁到那边去的 然后他跟我经常分享一些 就是当地的这个 社会观察 他就有一次跟我说到 说当地的女的 都特别爱他们的丈夫 是什么原因呢 没见过别的男人啊 因为他没有这个自由恋爱嘛 所谓你都得是父母去说啊 这个没说之言啊 怎么怎么样 他们也比他们也包头啊什么 因为他没见过别的人 他就会更定这个人 你怎么虐他 你虐他千百遍 他还是不离不弃 这是悲哀呀 其实我觉得 没有 我没看过他的报道内容啊 看他怎么样个报道 可是照顾一个人 要慈悲 的确是个美德啊 他 当然他做了多少的坏事 到最后我们看到一个 无助的人 我们照顾他 来关怀他 好 那不表示我接受他以前的东西 假如他的报道里面是说 他这样做是好的 因为他是女人 因为他是人家老婆 他应该这样做 那当然是狗屁 当然是狗屁 可是因为 因为我们只有用这个标准 我们才能敬仰 那个德兰修女 很多佛教里面的故事 你都坏的人 我割我的肉 来给你吃 致病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你的境界就是高 不是 我就发现呢 我就跟嘉辉 真是想到一块去了 一听你说境界高 刚刚靠了 我今天中文 也是想这个事 我有一点问题 就是呢 就是说 其实是看出于 什么动机 很重要 如果他是出于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动机 那么这个男的 不要说是自己的前夫了 就是世界上唯一有点关系的就是 就是你了 这个前妻了 甭管他过去怎么着 多么恶劣 但是他就没人管了 你想这个脑血栓呢 摊在床上 那即便是出于 如果是出于人道主义 我认为这是值得敬佩的 值得尊敬的 对吧 也就是 但是呢 如果是出于那种啊 三从四德的那种东西 也许就是可悲的 可是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 是吧 他也就他自己没说过 但是他现在这个故事 被宣传出来的时候 你觉得大家是把他当作是三从四德在宣传 还是人道的宽容在宣传呢 所以啊 我就说要看他把它放在哪个frame啊 哪个框架里面来报道 那完全不不一样嘛 对不对 假如你说哎 三从四德 我们这样透过他来肯定三从四德 那太狗屁了 太太太无聊了 他可以是人道主义嘛 嗯 对 枪枪三原形广告之后见 这真的就说这个女权 我首先想到的是广大农村妇女的女权 就是呃 你看前一阵就凤凰男凤凰女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也有个著名的案子 实际是个旧案 就是在山东 昭远 一个一个村里 呃 夫妻二人 女儿女婿 去美国留学 读博士 回到家里 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老岳父 呃 这个这个对啊 那老岳父给女儿说要留下钱了 因为呢 你弟弟 你弟弟这个说不下个媳妇 得有个新婚房 所以这女儿呢 可能在美国期间呢 就时不时给家里寄钱 而且就是说反复表示我也没什么钱了啊 就要不下钱来 要不下钱来 最后这个老岳父拿斧子 把女儿女婿都劈死了 这是个很有名的一个事情 这就是这个人他不给家里钱 对 这天呐 天呐吧 但是你知道这个事都有争议 有些人就说呢 这是一种 就是就是说 这个女的 她能够一直读读读 一直读到留学 是全家的供养 所以呢 那她父亲就觉得 你有义务帮你的弟弟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 呃 说甚至包括他们的同学 就是说他们两口子上美国留学啊 主要花的是他公共婆婆家的钱 呃 而且呢 就在美国过的日子 确实非常这个艰苦 连自己孩子都没法在美国养 就是公婆照顾着 我也我也 我见过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中国人跟外国人去结婚的哈 有些例子 他们就说外国人 就不能那个理解的 就是说娶一个中国人 或者嫁一个中国人 最后是跟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 就是不是说 你真正是住在一起啊 是你的生活关系当中 永远跟所有的人是在一起 你中国人 你一个家庭里面 谁出头了 好像很无争议的 就所有的人 必须跟你要去发生关系的 你有这个义务 去对所有的人要去负责 嗯 就家庭就是我们的这个宗教嘛 他一直这样讲嘛 因为我知道中国人的确 呃呃 非常重视家庭 可是也不仅中国人啊 这种感觉 好多对美国白人来说 他说 哎 我跟意大利人一样 意大利我们看 Godfather 教父也知道 叫 意 意大利 意的人啊 意大利 他总是家庭啊 一个人出头了 就是大家要互相照顾 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 我们就觉得 啊 好丢脸啊 我表弟怎么怎么样 然后犹太人一样啊 我觉得 那个说这种话的人呢 那个可能要想 不仅是中国人是这样的 当然 当然中国人比较奇怪 像那个 我说奇怪 是因为你刚说的那种情况 其实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问题嘛 当碰到一些不公道的人家的事情的时候 你能够怎么样来讨回公道 因为比方说 哎 我觉得你不公道 我们一起帮人 你你现在不回报 好啊 你是不公道 可是我总不能去把你砍死 还有一个 我不能用这种来对待你的不公道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现在这两代人之间的差距 就是前所未有的 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在30年内这两代人之间的 就是这个家庭的差距可以那么的大 我那时候跟我一个就一个英国老师 就是那个讨论过他们家 比如说他爸爸那一 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中产 那他现在也最多也就是个中上产 比如说啊 差不多的 他说中国可是可以从一个农村里面 最穷苦的家庭 忽然出了一个在城里面 就变成一个白领 特别金贵的这么 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这种差距 这两代人怎么在对话 他们的价值观 认为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这个东西的差距太大了 哎呀 就是没法聊 而且呢很多时候就是 这个到了城里的这个人 和他又要承担着家庭里边的 这种村里边 就是自己宗族的这种 这种义务 因为这就是你怎么出头的 你先看就是 培养你啊 借了甚至借了全村的钱 那么你上到城市里来 那么叫凤凰南嘛 这就是 那哎 这人就是说叫好汉莫问出处啊 你这个这个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还不是把钱还完的问题 这个钱是还不完的 你不是说你贷款对吧 他这个人情 这个钱是永远 这个根是涨不断的 所以所以啊 所以你可以不还啊 不还的居然就可能会被杀 你要冒着生命危险 香港人有这个负担吗 也有了 我们赚的钱还是要给家用 拿钱回去给爸妈 那相对老美比较小 我问很多美国年轻人 我问你 没什么 没什么 因为是 对 我问你 我问你 已经 你